无论脚步走多远 在人的脑海中 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 不是所有的秘境 都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 繁华都市 也有不为人知的美食秘境 刚下班的熊师傅购买了今天晚饭所需的材料 当然少不了料酒 这是沙呀 这还有煮的嘞 的确 竹子是今晚美食的必备材料 将竹子洗净备用 取几只番茄切成瓣 打两个鸡蛋并搅拌均匀 开锅烧油 油烧热后 倒入拌好的鸡蛋不断翻炒 加入番茄大火翻炒 加入两勺糖炒匀出锅 放入碗中备用 取生姜切片 小葱切断 铺在砂锅底部 烧锅至轻微冒烟后 五花肉肉皮向下烤至微黄 入锅挑选 平均切成小份 用洗草打结捆绑 肉皮朝上摆入砂锅 香气中浇入末制肉皮的料酒 撒上刚切好的葱段 大火煮至酥软 去毛豆豆沙 厉害 取毛豆豆粒 腊肠切片 香烛后 放入炒好的番茄炒蛋 毛豆粒与腊肠切片 撒上白花木套装 最后放入熊师傅精心烹制的东坡肉 加水盖上竹盖 将竹子放在烤炉上烤制三十分钟 出锅 点缀些许松花 令人垂涎欲滴的猪筒饭就出锅 俗话说 无竹令人俗 无肉使人瘦 不俗又不胜 香米竹筒肉 香味勾动着每一位干饭人的味蕾 他们早已流露出对美食的渴望 料酒总是充当着神秘角色 一向给师客们打来奇妙的用餐体验 丰富的颜色 厚实的味道 深刻进食客们金钟 也深刻进熊师傅的心里 顽强的味觉记忆 召唤着他们 一路追随